描繪那個形象像不像 大概用光影來做 可是他一直在追逐光線 那賽上很支持印象派 但是他發現整天在追逐這個東西很累 像羅丹算是浪漫派的雕塑 他是用光影的 所以他算是印象派的雕塑家 他用光影的起伏變化來做他的肌肉 他已經不是說做一塊肌肉的肌 而是說光影在他手上起伏變化的這些變化 這個就稍微提一下 那賽上發現印象派一直在追逐這個光影 好像他失去了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質感不見 亮感不見 然後他追逐瞬間 那藝術的永恆不見 以前那種偉大的永恆的東西也不見 然後他又把古老的那種構圖 還有面跟面的關係 平面繪畫 因為他近代藝術全部受到東方繪畫的影響 因為那時候全部因為外銷的關係 就有很多東方的繪畫移過去 那西方受到這種衝擊開始去思考 所以他們也會用非洲的那種素譜藝術的雕刻的方式 所以近代皮卡索馬蒂斯這些全部都是受這個影響 那因為在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先定義一下所謂的Must 就是所謂西方講的大師啊 為什麼賽上被稱為 被皮卡索尊稱為現代繪畫之父 講這個當然可能跟我們今天話題有一點點 但是先理解這個的話會比較好畫畫 賽上受到東方繪畫的影響 衝擊以後他去找了很多所有的元素去提出來去討論 所以我剛剛說要定義成所謂什麼叫Must 就是說第一 他影響了所有當代人的繪畫方式 你們待會用這個再去找人來套進去看有沒有辦法套進去 第二個 他開啟所有後代人對繪畫的藝術創作的視野 所以這樣來說 有很多人是成不了大師的 如果說這樣來定義的話 那大概賽上做得到這一點 第二個 雖然皮卡索他也是從賽上這邊學過來 可是他又創造出新的畫法 譬如說他從立體派到組合立體派 那組合立體派是什麼 組合立體派就是 多四點的組合 就是不同的四點去組合成一個平面繪畫 那在東方繪畫裡面是 多四點 譬如說平原法、高原法 或是什麼 深原法 就是說他光是看一個空間 他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一個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看了西山行旅圖 你說那我也要去這裡玩 其實在那裡不是那個樣子 絕對不是那個樣子 這在東方叫做造鏡 就是說你創造一個鏡 像你在做盆渣一樣 你不是描繪 這個我們大概會講到 就是說一般我們在畫一個東西 我們會用描繪跟紀錄的方式去畫 這個 這個創作成分比較少 那到了現代揮畫 就是說幾乎都是算創作 就是說 他自己造那個鏡 自己創那個 那個人那個造型 所以近代藝術有兩大課題 一個叫色彩 一個叫做造型 皮卡索的造型能力非常強 但是他的基礎功力很好 但是他的造型能力很好 然後他能夠把賽上講的東西 右轉成自己的創作作品 其實他也影響了當代 也改變了後代 所以這樣來說 皮卡索也可以稱 某一部分來講 他算Master 那因為他是學賽上的東西 但是他又創造出自己的東西 那我們來講 墨內 他找到一個方法去改變當代人繪畫的方式 所以墨內是大師是沒有錯 那他有沒有影響到後來 有他有影響 影響了滿多話講 譬如說 譬如說梵谷 那梵谷呢 他當然是從 異象派來 他就是又學光影的畫法 但是他是 好像是荷蘭人 所以他早期他們那邊有林布蘭特 他有那種光影 林布蘭特在暗的地方 那個光影的 那個照到人身上 產生了空間感 所以他早期有畫一些黑黑暗暗的東西 就是他 比較是那樣的東西 後來他學了東方廢畫 例如說服飾繪那些色彩 或是受到東方刺繡的那些 艷麗色彩的影響 所以他就變成 他開始用線條 墨內用點嘛 每一個人都用點 那以後畫畫畫大家就要點來點去 點來點去 那繪畫元素裡面有點線面 你每天就用點 那線浪費掉 面不見 所以馬蒂斯他用面 他用大塊的色塊 那高跟說 反骨是線條 然後他就用大塊面 所以 印象派到 然後 泛骨跟高跟的時候 也算一個完成 就是 他從科學又進去 又回到 人文 因為他把感情又加回去 人的感情又加回去 那賽上 賽上 用科學的方式 分析了所有的方法 比如說 我們剛剛講 質感 量感 空間 構圖 因為這些的發展 讓現代的雕塑 開始去玩這些東西 現在的話 我要用很多的媒材 有觸感 比如說 假設你今天眼睛看不到 他的畫是可以讓你用摸的 雕塑是可以讓你摸 以前雕塑是你不要碰 就是他站著高高的 那講到雕塑 我們再講一下 就是說 古代希臘的雕塑 是放在太陽下 所以他的皮膚的質感是平滑的 就是經過 風吹日曬 平滑的那種感覺 可是到了 到了那個誰 米開蘭基羅 他做到晚年就是 都是那種磕不完的 就是說 他覺得他在釋放石頭裡面 這個 這個雕像的靈魂 他已經 已經不太一樣了 以前是雕 那個主題嘛 他現在是雕那個過程 就是說 他從石頭裡 要崩出來那種感覺 這樣了解一下 這個地方會是活的 前面那個方法 會比較死 就是 磕一個銅像就是一個銅像 可是他已經在做那種 磕的過程中 跟磕的那種 像半成筆那種感覺 那我們的速寫 就有點像這個樣子 就是很快的速寫 所以速寫 原則上應該不是畫很像 而是把當時的感覺 抓住 那我的畫法 我畫水彩是用速寫的手法 我畫油畫也是用速寫的手法 這樣算 重新講比較難 我用油畫的方式畫水彩 就是我會用油畫的那種感覺去畫水 我會用水彩的感覺去畫油畫 所以原則上油畫水彩我沒有限制 第二個我用速寫的手法 畫油畫 那我就不會畫得很嚴肅 因為速寫 那我們講到速寫說 因為一般來講人類拿到筆 第一個動作不會去搓 他一定是畫線 所以線條是人類最直覺的 最有感情的 所以飯骨用線條 那東方人是因為那個毛筆 軟軟的毛筆 他可以寫成書法畫線 所以東方的線條 有歸納到幾個東西 譬如說 斧劈村 他把它弄成像斧頭砍的 那釘頭書未苗 就是說 他下筆是直直下筆 然後手筆是尖的 叫釘頭書未苗 那樊骨的線有點像波浪的線 無符當風 就是無道子畫的衣服的線條 都是飄來飄去 那曹伊出水 他畫的衣服 都是好像淋到水沉下來 那種垂墜感 我們畫做服裝設計 有那種垂墜感的布料 也就是說 東方人對線條的 整理 跟領物呢 已經比西方人非常多 多不完 早就多不完 所以到了 八大三人跟石濤的時候 石濤是用點 石濤畫了很多點 那八大三人用線 而且他把一些 巨像的東西慢慢 已經快要變抽象 也就是說 後來賽上做出來的東西 在石濤八大 其實已經都在做 但是為什麼會 下不來 沒辦法延續 因為 第一個 國運已經 第二個是發展已經 發展到一個層次 他現在要去接收 這種新的東西 應該是接受不來 所以到了八大 也做出來了 石濤也去嘗試了 但是到這邊就結束了 就變成清代 就是開始往回走 拿那種古老的字的寫法 古老的畫法來畫 那到徐飛鴻就把 素描引進 人體繪畫引進 所以我常常講 徐飛鴻畫馬就是 他的馬 不是水墨的馬 他是用水墨的材料 畫素描 這樣聽得懂 你把蚵仔針拿去大阪 變大阪燒 這沒什麼 沒什麼好談的 因為他 沒有創造任何東西 只是拿素描來畫 東方繪畫題材 這也沒什麼大不了 你懂意思吧 這個 不是一個 對東方繪畫有眼鏡的 一個 一個貢獻 他沒有 他只是引進 就跟白畫圓一樣 他把 他把古文的絲 全部弄掉 那 你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 因為 他本來就有 他好的地方 你發展出你好的 而不是你要發展這個 就把全部 以前的 全部殺掉 這樣是不太尊重傳統 傳統當然 不是說 應該要多尊重 而是說 像 像我們舉例阿基塞 如果他不會切菜 不知道 煮法 你說我今天要創造一個菜 亂煮嘛 就跟小孩子亂煮一樣 所以 你如果不了解材質 不了解技巧 不了解 那些感受 五味 怎麼去融合 你說你要創造出新的菜 那是 給你老公小孩吃可以 你拿出去可能會被人家罵 因為 吃不下去 或者是說 你也講不出一個 不出一個門道 因為你是玩出來 他講到玩說 比卡索說他窮級一生 都是在學小孩怎麼畫畫 那為什麼要學小孩畫畫 因為 我們東方人講赤子 就是說 你就是很單純的 然後就 就畫畫 可是他畫出來的東西 就像小孩子這樣畫 那當代 因為比卡索是一個 很商人的藝術家 他是很會做自己廣告 所以他一直在虎 當代人 虎到他們 都不敢講話 因為他一直做出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 有一個故事說 有一天張大仙請 畫展請 比卡索來看 然後問他說 那你看完了 對我的畫有什麼意見 那比卡索看看說 哪有你的畫 沒有你的畫 都是你祖先的話 那所以 張大仙好像有受到刺激 那張大仙最後做那個POMO房 因為第一個年紀大 眼睛也看不太大 所以 他做比較POMO的方式 第二個 張大仙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怎麼樣聰明呢 他會仿 石濤的房 仿到很真 然後呢 他就偷偷賣出去 然後人家要檢驗拿來給他看 嗯 這是真的 因為石濤 但是他 因為他是石濤的賤賞家 所以他認為這是真的 但是他為什麼能畫到那麼像 代表他的筆下功夫很好 他字也寫得好 畫也畫得好 那到最後他就發展出破墨吧 破墨就是 就大塊的大塊的上去 因為近代會畫色彩 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色彩 第二個就叫造型 造型很多人不太清楚造型 這個定義 在賽上以前畫人就要畫很像 可是到賽上以後 比卡索、馬蒂斯這些人 以前都畫不太像 馬蒂斯畫那個東西 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畫的 一點點不像 那個雕獸看起來就笨笨 可是他不是在做那些東西 他一直在探討一些東西 到了布朗布希的時候 他做出那個 空中之鳥有沒有 有一個金屬的這樣飛上去 或者是無盡之柱 就是重複的 重複的曲線造成一個 無限的延伸 那 講這些的意思是說 大家對現代藝術發展稍微有一點概念 因為 因為目前的速寫手法很多都是 很早以前的 沒有什麼新的 就是說 就是描繪那個外型 就這樣而已 那只是描繪的繁複跟簡單 那像誰 劉溫祥他比較會用很多筆觸變來變去 他可能用不同的筆 變來變去 所以他 那個圖一下子就會不太一樣 就比較有新鮮感 就會 他變化很大 也就是說 如果你敢像小孩子這樣亂玩 你可能會玩出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最近說 我們後來學生開玩笑說 因為我們畫的東西都會流來流去 我說你這個亂流 然後後來我們就乾脆 就叫做亂流 因為 第一個 亂是 亂的意思就是說 這宇宙本來就很亂 不小心被車撞到 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 似乎沒有規矩 但是隱約又有一個規矩 那一般來畫 不會活潑是因為不夠活潑 那我們的亂畫就會很活潑 是不扣嚴謹 所以我們只要在亂中間 稍微把它收斂一下 就很OK 那 如果你去勾認一個形狀 勾好以後 你要讓它產生變化 你要想很多方法 可是我們亂畫再勾回來 不用想方法 我們只是稍微勾一下 本來就會勾了 只是前面那個動作先亂畫 那如果你勾一個東西叫你亂畫 你可能比較不敢 可是也有啊 比如說 數學有一種就是輕輕的勾一下 然後 水墨就 輕輕的上一下 也不用去縫 不用去填 就算染出去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所謂 東西方這個美學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會講到的是 我的數學裡面有南宋繪畫 跟地底派的方法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去談這個部分 這個齁 我剛剛請大家看這個東西齁 好嗎 對 你